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顶级杀手为救恩师被迫重出江湖 卷入两国之间的斗争 在良知与任务面前艰难抉择 最终沦为复仇的工具 本次给大家带来铁血精英 美国著名的海军特种部队的精英队员丹尼 退役后转行而做了杀手 在师傅亨利的带领下 在圈队混得风生水起 然而就在一次刺杀行动中 丹尼趁爆炸拦截车辆将里面的人全员歼灭 在开枪打死一位高管的时候 才发现里面还有孩子 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 丹尼心中的罪恶油然而生 他决然放弃杀手行业 回到乡下隐居 和女友去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但是想要全身而退谈何容易 一天早晨丹尼收到一封信 恩师被绑架 如果丹尼袖手旁观 他必死无疑 往日的情分不允许他这么视而不见 只能选择重出江湖 两天后丹尼来到阿拉伯阿曼 此事的中间人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 客户是一位石油酋长 过去曾经掌管一大片沙漠 英国寄予这大片油田挑起战争 这次战争让酋长的四个儿子死了三个 他一直怀恨在心寻求报复 酋长只能带着最小的儿子躲避战火 因此被部落当成闹肿 逐出沙漠 酋长有钱有势 但他的身体已经进入危机 他希望小儿子能够重新掌管沙漠 在死之前 一定要让杀死他儿子的凶手血债血债 并要凶手在镜头前认罪 酋长为了不暴露自己 要求把凶手被装成意外死亡 所以他用600万雇佣丹尼的师父亨利去报仇 亨利得知对方是英国精英部队成员 自知没有本事对付这么强悍的对手时 想卷钱跑路 被酋长捉了回来 要么干活要么丢命 丹尼起舞难下只能先答应下来 再次见到亨利 两人和解这活报案 决定一起跑路 两人的枪法精准 伸手矫健 很快就将看守们打翻在地 但是酋长早有准备 当丹尼两人看到前有围堵 后有追兵的时候 就知道插翅难逃了 无奈丹尼只能接下任务 但是这么艰巨的任务 自己不可能完成 他找到了之前 一起做杀手的胡子哥和四眼 但让他们试成之后 除去中间人的佣金外 将剩下的钱全部分给他们 自己分文不许 只为救出师父亨利 很快几人就重新组建了刺杀小队 但目标有三个 酋长只给了哈利一个人的线索 此人在战役停止后 依旧留在阿曼的军事基地开直升机 其余两人还需要他们自己去查 这无疑让本次暗杀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丹尼决定和四眼搞定他 大胡子则到英国侦查另外两人的线索 很快他就打探到第二个人米巴的信息 当他进一步了解时 引起了酒吧老板的警觉 他将这一重要信息通知给了派克 派克原是部队的特种兵精英 身手和侦查能力更是了得 因一次事故被辞退后加入了羽人组织 这个组织类似保镖性质 给钱就能受到保护 而杀害酋长儿子的三个英国特种兵 正是他们要保护的对象 很快大胡子就被派克的助手盯上 四天后大胡子回到阿曼 他刚下飞机 派克的助手就时刻监视了他行动 那边离军事基地不远处 哈利有一套海警别墅 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在这里逍遥快活 夜深人静 丹尼潜入哈利的别墅 在浴室里敲组一块瓷砖 几天后一个贴满瓷砖的夺命铁锤制作完成 大胡子建议把案件被造成情杀 丹尼不想滥杀无辜 伤及女人 把哈利的死制造成浴室滑岛死亡的假象 而他们的行动都被麦克的助手监视 但是他的相机反光被丹尼发现 能成为派克的得力助手 由此可见 他的能力也非同一般 在丹尼驱车追赶下 跳下了地下通道 丹尼几人围堵 还是让他顺利逃脱 第二天丹尼等人就找到了哈利 他们成功的拿到了哈利的认罪道歉视频 但是哈利坚决否认他杀了酋长的儿子 还透露真正的凶手是一位作家 丹尼没有相信他的话 最终将他带到浴室杀死 完成了任务 报纸上很快就刊登了哈利的死讯 派克的保护对象已经死去一人 丹尼的手段让他觉得事情很棘手 他务必要在丹尼对米巴下手之前找到他 米巴在杀害酋长儿子后 做了一名特群队的训练官 训练场上都是特种精英 根本无从下手 但他的老婆身体不好 长期住在医院 米巴每天都要来医院照顾他 他假扮医生 在护士手里拿到了胰岛塑和止换剂 当丹尼走出医院的时候 就被守在这里的派克发现 多年的职业经验 让丹尼具备很强的反侦常能力 两人开车在医院附近追赶一番后 丹尼又被迫重新返回医院 派克紧随其后 很快就找到了他 开始了王者间的对决 两人旗鼓相当 打得难舍难分 丹尼急于脱身 使用了一招好自投桃 一拳打在派克的中间部位 派克难以承受剧痛 倒地不起 丹尼这才逃脱了这难缠的家伙 大胡子原来在训练营待过一段时间 对那里的警戒配置和安全系统非常了解 大胡子开车进入训练营 顺利的把丹尼混进训练队员中 趁机将胰岛塑和迟钝剂 混进米巴的热水里 米巴毫无防备的喝了下去 跟着队伍出发 这里荒芜人烟 气温极低 米巴因为胰岛塑的原因 体温急剧下降 在这种天气下 绝对必死无疑 丹尼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 录下了视频 酋长说到视频后非常满意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派克看到新闻后 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他要保护的人 两个都已经死在了丹尼的手上 他绝不能让第三个人出任何意外 丹尼这边 他的任务很快就接近尾声 但是最后一名凶手还没有线索 就在这时 中间人把第三个人的资料给了他 米多塞门麦肯的少校 现在成为了垃圾佣兵 脾气暴躁 堪称疯狗 丹尼找到他的时候 米多正在暴打小混混 毫无理智可言 想要猎杀这样的人很容易 当丹尼看到前来制止的派克 意识到事情有些麻烦了 当丹尼查到派克的身份 和他背后的组织的时候 决定加派人手 仔细应对 就这样小黑加入了他们 几天后 行动正式开始 他们将利用垃圾车制造一起车祸 至于口供可以为造一份 当米多开车行驶在马路上 本舅印度的米多 看到有前车站断后 压制不住火爆脾气 油门加大 丹尼的车紧随其后 没有给他流出变道空间 就在垃圾车突然挺住的一瞬间 米多的车直接撞上去 当场死亡 塞尔和小黑下车检查情况的时候 发现了派克的手下 两人迅速上车将对方引进码头 准备来个瓮中捉变 但是塞尔的拳脚功夫实在太差 转瞬间就被对方控制 新加入的小黑见此情况开了枪 可由于两人距离太近 子弹在两人的身体中穿过 塞尔也死在当场 搞死自己人让丹尼勃然大怒 但是于事无补 丹尼在死者的车上发现无线电 他通过追踪器 制造潜逃出境的假象 任务已经完成 丹尼等人准备撤退 派克得知 米多在自己的保护下还是挂了 不止如此 还折了自己的一员大将 他非常气愤 正无处发泄时 他的线人把大胡子锁在酒店告诉了他 很快大胡子就被派克的人控制 就在大胡子被带上车时 他绝地反击 在对方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迅速逃离 就在他穿过马路的时候 被迎面驶来的大货车碾压成泥 唯一的线索变成了一具死尸 派克快气疯了 而丹尼通过无线电得知大胡子被抓 主动找到了派克 他告诉派克 这次事件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希望到此结束 丹尼将三份证词交到酋长的手上 他顺利的带走了师傅亨利 至于佣金 需要酋长验证过后再支付 师傅二人决定 从此彻底退出杀手行业 丹尼再次回到乡下 和女友过上了简单的生活 可是肖亨的日子没过几天 中间人就打了电话 称丹尼杀错人了 酋长要求和丹尼面谈 如果不去 他的女友就会有危险 当丹尼看到女友头发里的子弹时 知道这事不可掉轻心 他把女友交给亨利照顾 现在他唯一能信任的只有亨利 亨利想随行 但被丹尼拒绝 他单枪匹马再次前往阿曼 酋长小儿子告诉他 哈利真的不是凶手 真正的凶手就是他曾经说过的作家 不止如此 作家还出版了新书 书里详细的描写了他行凶的过程 丹尼无语了 你们就提供了一个人的资料还是错的 就这主脑子 难怪会被部落驱逐 他在心里问候了酋长的祖宗一万遍 但是任务还得继续 中间人告诉丹尼 作家会在周二开媒体查会 而派克早就守候在作家的身边 新书的内容也是派克有意安排 目的就是引丹尼出来 再在丹尼手里的那么多次 这次仔细部署 一定不能让他再跑了 不多时 丹尼果然只身来到出版社 当他推开门的一瞬间 发生了爆炸 炸弹的冲击力把丹尼掀翻在地 派克的手下趁机将他制服 拿掉他的安全帽 才发现此人不是丹尼 派克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而丹尼很快找到了作家 丹尼果断开枪 并拍下了作家死亡的照片 当派克看到作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 丧命的时候 丹尼已经跑了 派克怒火中烧 指挥手下围追堵截 而丹尼充分发挥跑酷技能 在楼间房顶一顿乱灿 像一个活蹦乱跳的蚂蚤 当他再次跨越两楼之间的时候 一脚擦空 悬挂在了半空 屋里的女人一声尖叫引来了派克 丹尼被活捉绑在椅子上 派克很快发现丹尼只是虚晃一枪 作家并没有死 丹尼坦然的告诉他 自己不为杀人 只为完成任务脱身 这一线都是酋长的安排 只要将这些照片交到酋长的手上 作家就可以保住一命 而之前的恩怨 双方兄弟都有伤亡 何不就此停手 几场交锋下来 派克对这个硬汉极为欣赏 只是立场不同成为对立面 派克没有杀他 带着相机离开了 只是他们刚出门 就被与人组织其他成员控制 原来他们一直利用派克 酋长的沙漠下面 有大片大片的石油 只要给酋长儿子报仇后 他的小儿子就可以回去掌管沙漠 继续开采石油 与人组织就可以继续从中获利 但女王陛下不喜欢与人这样的暗杀组织 派克自然就是那个背锅大使 听完这些后 派克瞬间爆起 将此人杀死 丹尼趁机带上相机破窗而出 劫持一辆车后决趁而去 另一边 亨利尽职尽责着保护着丹尼的女友 像一个保镖如影随形 而中间人却盯上了他 他料定如果劫持了丹尼的女友 那600万的佣金就会变成熟金来到他的手上 但是他们忽略了亨利 还没等他靠近丹尼的女友 亨利精准的射击就打中了他的狗腿 看着亨利一步步逼近 中间人彻底吓尿了 亨利只是对他威胁一番 并没有要他的命 之后亨利找到丹尼 和他一起完成剩下的事 酋长已经病入膏肓 每天靠盐水维持生命 派克却最先找到了酋长 因为是他让派克死了最好的兄弟 追根结底 酋长才是他要复仇的对象 派克提前结束了老酋长的生命 而他的小儿子并没有泰克的惊慌 他本来也不想回到那片该死的沙漠 派克看他毫无野心 没有围然他 临走时 派克带走了600万的酬金 丹尼看到自己拼命换回来的酬金 被派克劫了活 他驱车一路狂追 漫无边际的沙漠上 两车在狂奔 亨利开枪打爆了派克的车胎 派克被迫停了下来 当丹尼知道他杀了酋长 知道派克 终其一生都将被追杀 日后的日子必将暗无天日 本就相互欣赏 因此把所有的钱都留给派克 让他可以有资本换个人生 活下去 针锋相对的两人就此和解 丹尼回到了女友的身边 希望以后的日子 不会再有任何风波 两人可以过上真正平静的日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铁血精英由真实故事改编 电影改编自 菲恩斯博士的羽毛人 出版当时引起诸多争议和政府不满 当时参与阿曼战争的英国航特部队 掠夺资源还是伸张正义 至今仍对此都保持高度机密 丹尼和斯派克探员 目前行踪仍然不明 这部电影评分很低 只能说大家已经习惯了快餐式电影 这不是一部纯粹的动作片 而是一场阴谋 从小方面来讲 杀手做的最多的不是打斗 很多杀手真正执行任务 架起狙击枪射击 但更多的是之前的情报和准备工作 这部电影做到了这一点 表现出了精英特质 剖开现实与电影的差别不看 电影本身也不是一部动作片那么简单 从一般动作片角度看 这部电影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已经结束了 而实际上 后面半个小时表达的东西 比之前都要多 有兴趣的宝宝可以观看原片 好了 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